厨师为什么要戴高帽子 在法国有这么一位高富帅 他精通厨艺 脑子里有很多创新的意识 但是也非常爱真面子 有一天他所工作的饭店来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在点菜的时候 就引起了这位高富帅的注意 这个人穿衣得挺 西装连带看着就是有模有样 在点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娴熟 看起来这位应该是一个贵族人士 但是他的头上却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 非常的惹眼 这位高富帅就觉得这个客人很有想法 于是他也就制定了一顶高帽子 足足有30厘米高 上班的时候就戴着这顶帽子 时不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越来越多的人来看他戴高帽子 同时就在他的饭店里开始吃饭 之后所有的厨师开始纷纷向他学习 慢慢正后厨师就开始佩戴高帽子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